真正是很紅 法部部形成幾層數將話分數 今天的幾層年中第六品的千層大砂砂 砂砂武器包括具保盆 文雄比跟酒店店店餒 親民眾臣王現場金廚才是不斷 無停地隔 這一塊都能譚 這是形成幾層十何分數 所舉辦的年中第六月品的千層大砂砂 6號小姐600元 6號小姐600元 五號先生八百元 一千 一號先生一千元 一號先生一千元 蠻可愛的海豚 他以為要不要出價 一千五 五號先生一千五百元 現場借行宿主任借行官表示 這次無人是經營金有點要吃 因為經營不好 向國稅僱贏薪薪 更加上本身的責務問題 經過中区國稅僱南大婚僱 伊桑到中華來供責制行 這次是頭一次打賣 用無定第一家方式來進行打賣 可是伊桑機關 卻是其無人無表示犯罪的人 對出界相關的人中病 我們今天這些販賣物品的話 是因為有一五人他欠了營業稅 所以因為他沒辦法繳納 那我們就到他的營業處所 去把他執行過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一共大概有五件藝術品要進行拍賣 這次拍賣好像跟往年不太一樣 往年好像生活用品比較多 為什麼這次是專門做藝術品的部分 那是因為我們這次拍賣的 藝術人他本身是在做香行 那本身他就是有這些藝術品 所以我們查封到了 所以我們剛好就整批來拍賣 每一個人難免都沒方便的時候 行政這行事也表示 如果人家有困難一定要主動提出 行政這行事一定會專利來協助 我們是希望說藝術人如果你能夠繳納的時候當然盡量來繳納 那如果說經濟上有困難的話請主動來跟我們聯絡 我們國家一定會依照你的經濟能力來跟你達成分歧 那就不會有今天像這種情形 我們要查封你的洞產或不洞產來進行拍賣這種狀況 在這次的給拼以外 算了就是不動散的部分 有億萬人的鄉親可以跟行政這行事 強化分數來雜神 新強化新聞 北邊林強化 彩虹報道